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2014APEC年会继领袖会议 5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 前副总统肖万长再次以领袖代表身份出席 并且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肖万长行前表示 将把加速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谈判 作为此行的首要目标 另外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也有机会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 双方的互动备受瞩目 I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5号在北京登场 前副总统肖万长第四度担任领袖代表 近日率团搭专机前往与会 肖万长表示 今年IPEC主轴放在推动区域经济整合 促进经济创新 加强基础建设三大议题 台湾在中小企业 自通讯科技的发展经验 值得和IPEC成员分享 他也会强调 台湾对区域经济整合的价值 为台湾争取加入TPP 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 融入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 创造契机 本人也将借此机会 向国际社会说明 我国对内推动协助国内产业升级 以及法规松绑 对外推动跟主要的贸易伙伴 来掐签经济合作协定的 具体作为 传导我国参议 区域经济整合的决心 至于先前 各界预期的IPEC马席会破局 肖文长表示 我国从1993年参加IPEC会议 二十多年来 积极争取领袖本人参加 立场从未放弃 我们国人都希望他 能够亲自参议 但是现在因为情况 这样子 所以由我代表 我当然会尽量的 把马总统 以及我们 代表我们这个经济体 我们该有的一些需求 跟我们所要做的一些 努力跟贡献 我们会利用这个场合 来充分表达 除了消息会 代表团也正在接洽 安排经济部长杜子军 和大陆商务部长高虎成碰面 希望就两岸发展的 集贸议题 包挖ECFA后续协商 和对岸交换意见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则以领受代表顾问的身份出席 预计IPEC会议结束后 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非正式会面 IPEC会议结束后 那就是顺便 跟这个张志军主任见个面 这一次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就是得便 大家非正式的查去见面 然后就沟通一下 我们例行的一些盘点 一些我们例行的一些业务 王玉琪表示 两岸已建立常态性的沟通机制 这次非正式的会面 不需均逆于形式 见了面 他也不会主动追问 马锡会的进度 这张志军 蔡玉婷 王一文 台北采访报道 巴基斯坦和印度边界战瓦加 在当地时间六点多 边境降级一事结束后 随即在八国一侧发生爆炸攻击 造成120多人受伤 至少50人死亡 其中包括当地居民 及巴基斯坦游骑兵 八国警方已证实 这起爆炸是自杀攻击 另一方面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 发生恐怖攻击令人震惊 他强烈谴责恐怖主义 这种懦夫行为 也向死者家属致哀 为伤者祈祷 瓦加卫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边境 是两国唯一有道路连结的地区 每天日落前 印度边界安全部队和巴基斯坦游骑兵 都会在这举行降起一事 华丽西京的军事礼仪 西银海内外观光客专程请往观赏 尽管两国关系齐齐落落 这项传统不曾改变 但发生爆炸攻击后 两国决定降起一事暂停三千 这起爆炸攻击 引起国际媒体CNN和BBC关注 印巴两国边境紧张情绪高涨 目前与八国反政府游击组织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有关的多个派系已宣称犯案 印度的边境安全部队 则发布红色警报加强违安 张摄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巴西总统大选历经激烈拉锯战 26号结果出炉 现任总统罗塞福以51.6%的得票率 击败得票率48.4% 民主社会党的尼弗斯成功连任 罗塞福所属的工党 从2002年开始 连续四届赢得总统大选 创下执政16年的记录 但却饱受贪污和经济衰退等批评声浪 罗塞福胜选后 提出政治改革打击贪腐 同时承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 外界分析 罗塞福的第二任期仍面临严峻挑战 工党长期执政采取索国政策 不重视外交事务 然而罗塞福表示 第二任期将优先强化与美国关系 未来将出访美国重启双边对话 扩大经贸 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合作 中央社综合报导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第40届 增虚白新闻奖 继2014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10月31号举行颁奖典礼 这两项以公共服务 作为鼓励媒体报导面向的奖项 今年作品水准比往年提高 显示越来越多媒体关注公共议题 今年的作品不论是值和量 都比往年更为精进 可以显示我们媒体 现在报导的这个题材 不再是局限于索碎化市场化 乃至于三色星化的这个传统科学中 已经开始逐渐把这个焦点 放在我们社会的公共事务上 本届新闻奖共110件优秀作品参赛 经过初审 复审两阶段讨论 最后选出20件作品入围 曾徐白公共服务奖 由天下杂志 双北市违法住宅现行计 以及中央广播电台 看不见的死囚细绢系列报导获奖 得到这个奖对自己来说是蛮大的不误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冷门的题目 然后也是一个道德中意很高的题目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很多前辈都相当重视的题目 觉得这个奖觉得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感谢 然后这也促使我们更有勇气 继续去挖掘社会上可能比较不受重视 也比较争议的议题 近年来环境保护议题逐渐受到关注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设立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希望唤起民众环境永续意识 环保署长魏国燕亲自出席典礼颁奖 古代说文职彬彬就是说你不可以文胜于也 总要恰如其分 所以我是期望这次在这个获奖的 不管是哪一类的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 那有它的温柔敦厚 有它的悲天领人 然后有它非常好的长远的效果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郭珊珊表示 本届参赛作品面向涵盖国内外 从气候能源到生态粮食等主题多元 也借此呼吁更多媒体关注环保议题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成立了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是希望能够鼓励有更多的媒体能够对这个议题关心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 很多得奖的作品其实都非常的精彩 那也有很多作品它有深度的报道 曾徐白新闻奖被誉为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 和美国普利兹新闻奖同样都是强调以公共服务为目的 未来也将鼓励更多新闻从业人员 发挥自身社会责任 为公益和环境做出贡献 中央社记者张智燕 陈凯婷台北报道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美国其中选举将在4号登场 全面改选众议院435席和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一的席次 未加36州的州长选举 外界预料共和党胜算比较大 渴望掌握参众两院的多数席次 见识美国总统欧巴马力推的健保法案和边界政策 都可能受到阻碍 欧巴马最后两年任其施政 难逃跛脖脚命运 这场选战依旧聚焦经济 包括就业 房市和税务等议题 选举结果不但反映选民对欧巴马政府的信心 也将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